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 猪肉鸡世界陨诺国度公布了第一支预告 帅气的欧文迅寿司带着小兰回归哦 不咯说,一起来看看精彩预告第一单 这部影诺国度是猪肉鸡系列里面第五部电影了 不过如果只算改名猪肉鸡世界的部分 也可以算是重新启动后的第二集 早前的部分先放一边,先来看看近一点的 这一集主要是延续了2015年猪肉鸡世界的故事 所以预告的一开始也就看到了克里斯普瑞特饰演的欧文 以及布莱斯达拉斯霍华饰演的克莱尔 是对欢喜冤家在一家酒吧里面碰头 两个人在猪肉鸡世界最后点燃的火花 显然是没有延续很久 这里明显的已经又分开了一阵子 感觉欧文可能是被甩的那边 所以见面时还一直针对克莱尔交往的对象 一直在碎嘴,嘲讽个不停 在上一集时,克莱尔在猪肉系世界里面就是一个女强人 整个园区的高级主管 欧文则是里面的迅猛龙专家兼迅寿司 当时发生的恐龙再次爆走的意外 所幸最后是仰赖的欧文 以及他的恐龙团队 终于才暂时解决了那次的事件 而新的这一集呢 克莱尔换了一个新的身份 创立的恐龙保护组织 要来拯救这些恐龙物种的生命 所以一份需要出生怒死的危险工作 让人就不能忘记我们的最佳男主角 欧文啊 而且镜头也要带大家再度回到这个似乎被诅咒的小岛 努布拉岛 努布拉岛这座很有事的小岛 最早是在1993年的猪肉纪公园时 第一座恐龙主题乐园就是在这里建立的 不过很不幸的就因为种种的疏似在开幕前夕 造成了恐龙大闹乐园的意外 所以也因此关闭了二十几年 一直要等到猪肉纪世界时 这个乐园才重新整件并开始对外开放 也因为有这样的渊源 在猪肉纪世界电影里面 还可以看到有一区是当年所遗留下来的遗址 然而小岛中秋是无法打破魔咒的 接下来是发生猪肉纪世界里面的故事 然后就是这一次 克莱尔组团回到小岛上 要来拯救小岛上的恐龙们 但多数的努布拉岛偏偏就发生了火山爆发 另外这里也补充一下在猪肉纪公园 失落的世界与猪肉纪公园3 故事的场景则是发生在另外一个索拿岛上面 虽然克莱尔想要找欧文来帮忙 但推测欧文一开始还是老大不愿意的 呵呵再度强调 应该就是不爽克莱尔甩了她的吧 不过看起来克莱尔还是蛮有才的 后来竟然帮出了小岛来对欧文动之以情 而小岛就是欧文训养出爱的其中一只迅猛龙 在上一集时与欧文有相当多的互动 虽然不像狗狗那样乖巧中心是有一些野心 但也算是调教的还不错 重点仍是有一些感情在吧 可以看到后来欧文还是加入了克莱尔的团队 这一集的侏罗纪世界重返了努布拉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上一集被破坏过的种种场景 像是这里就是原本相当酷炫的游客创新中心 外面则是人来人往的商店街 而现在就只剩下破坏的景象 以及到处闲晃的恐龙们 所以呢这些上一集遗留下来的破损建物与设施 在这集恐龙暴乱极度有可能再度发生的状况之下 也将会变成大家躲避逃窜的场景了 而除了前面的场景遗留下来之外 也有之前的古人会再度登场的惊喜意外哦 在侏罗纪一二集出现过 由杰夫·高布伦饰演的伊恩·马科姆博士 会再度返回这个久违的侏罗纪世界 伊恩是一个混沌理论学的数学家 有点分事技术 在第一集是个配角而已 不过却是第一个说过猪头记经典名剧的人 在第二集时 伊恩升级为男主角 也主导过大局带着大家一起去冒险 在一集目前狗中看到了 似乎是一场天真会 伊恩是会议中的主角 对这主题应该是导论恐龙是否会危险 人类是否应该要对恐龙加以保护之类的话题吧 看来有团队的工作是要将一些恐龙装箱打包 或许是要运送到其他小岛上野放之类的 但也不是每一种恐龙都会乖乖听话的 像是一手龙或是一些肉食性的恐龙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处理 加上火山爆发这样不定时的意外状况随时会发生 这次的活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这里就看兜了一只蜀猛龙突然跳了出来 场景是在一个丛林里面 而这一只会不会就是欧文思思念念的小岚呢 在上一集故事里 让大家觉得比较新奇的一点就是加入了训兽师欧文这样的角色 因为以往的剧情里面会让大家觉得恐龙就是残暴无法被驯服的 但是在侏罗纪世界里面却是有欧文训练指挥训猛龙 甚至是协助欧文打倒恐龙大魔王的帝王暴龙 让一些肉食性的恐龙变成像是好朋友一样的存在 可见克里斯·布瑞特的魅力不只是对人类有用 在恐龙界里面也是蛮吃香的 而从这个片段看起来训猛龙似乎也还是记得欧文的 看到了旁边卡车上面字样写的是Georgic Park 代表应该是由低级时所遗留下来的 然后接下来镜头就是一连串小岛的火山要大爆发啦 由这里看起来这一次陨落国度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重现那种火山爆发毁天灭地侏罗纪末日的场景 在火山爆发之后岛上一切之序便开始大乱逃命的恐龙到处奔跑着 而这个时候人类变显得更渺小了根本无法承受其随便一只恐龙的撞击 这里看到一只要攻击欧文他们的是一只Kanotaurus 意思是Meat Eating Boat 石肉牛 是一种奇怪又危险的肉食恐龙之一 最大特色在于眼睛上面的一对尖角 不过他的手臂却非常的短 甚至比霸王龙还要短小 在石肉牛恐龙的步步进逼之下 克莱尔与另外一个伙伴躲到了一个玻璃球里面去 这个玻璃球是上一集时乐园里面的一种无轨道式 由乘客自己操作的交通工具 不过在这里当然是故障无法再操控的 然而就在千军一乏之系就这么刚好地 跑出来一只霸王龙解决掉这只石肉牛恐龙 而霸王龙呢其实也不用再多介绍 是猪头剧电影里面常常会看到 大概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大型肉食恐龙了 在这段火山爆发 加上恐龙大爆走的画面中 配上的是伊恩的旁白说到了 生命不能被控制 生命挣脱枷锁 生命会找到出路 这就是整理 重现的最早在地球时 伊恩在实验室提醒大家的几个句子 而在配合了这样的场景之下 有没有让大家再一次感触良多 有一种嬉皮疙瘩都出来的感觉呢 看看以上这些大概就是目前这只首发预告要带给大家的 欧文加克莱尔俊男美女的搭配回到努布拉岛的大冒险 感受一下火山爆发的临场惊险刺激 不过这些内容看起来似乎是太过简单了一些 个人怀疑案情可能不会这么的单纯 上一集中研究恐龙基因的亨利吴博士 后面自己拍拍屁股先赏人 加上外流的一些基因改造恐龙蛋 这里的预告都没有交代到 所以个人推测有一大部分的阴谋 恐怕其实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哦 而欧文的首刀是快跑 到底能不能跑赢后面火山灰的覆盖速度呢 团队其他人大小恐龙们大家是否也都能逃过一劫呢 可能就再观察看看才会知道咯 偶尔的预告一开始用的背景音乐 是Erma Thomas的一首歌曲 Anyone Who Knows What Love Is 这里也一并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以上就是我介绍 那我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